目前累计接收伤员784人,分别收治在省州县医疗机构,医疗就职工作有利有序有效开展。 一是各级医疗机构开设绿色通道,对亲证伤员就近收治,重症伤员经处治后快速转运至省州医院。 一是国家省级救治专家注点指导,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,二是积极恢复灾区正常的医疗秩序。 全县县乡从医疗机构应开尽开,之外我们又设立了19个医疗救治点和一个流动医院,解决灾区群众日常看定就医需求。 三是开展拆区循证医疗工作,紧急调派21辆救护车和63名医护人员,组建21个巡回医疗队。 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四个乡症,35个从40加强医疗救治药品的调配,除恢复药店正常营业外,紧急调配,感冒类,创伤类,消化类,以及高血压,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类药品10.2万盒,全部发放到群众手中。 五是全力保障血液供应,省州已调配血液7.4万毫升运于临床运血,目前血液库存能够保障正常的救治需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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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�